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一个小新闻呢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呢 跟什么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这种事情啊 相对比而言真的是小新闻 而且新闻的当事人也是一个小国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弱国呀 尼泊尔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 虽然说是一个小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小新闻 然后的话但是它体现了这个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 然后的话之前跟大家说了啊 美国国家势力不行了 列强起来了 美国这个国家已经估计啊 也把自己当成列强之一了 也不是说世界的那个超级大国了 也不是世界的老大哥了 总而言之现在做的事情 真的是有点不堪入目 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种情况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 这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要给要给尼泊尔 五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很多的朋友听到这 可能会觉得啊 美国真的是很不错呦 尼泊尔这个国家穷 然后美国给了五亿美元 无偿援助 真的是好棒呦 对不对 美国又是人道主义了 你知道吗 这你听起来好听 你知道吗 结果呢 尼泊尔国家的人民出来闹事了 反对 反对派们啊 就是反对这个议题的这些人民们 然后呢 上街啊 跟政府发生 跟政府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 尼泊尔人民不知好歹 你知道吗 美国人啊 送上的无偿的五亿美元都不要 这简直了 你知道吗 华天下之大鸡 送你钱 你都不要 你简直是到底怎么回事情啊 归根结底原因非常简单 看起来这五亿美元 就是替尼泊尔修一条路啊 然后做点管线建设呀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是呢 美国有附加的条件 什么样的附加条件呢 也不叫附加条件吧 就是附加带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美国人在尼泊尔做任何的事情 尼泊尔政府无权管辖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条件 就是说啊 你不能管我的人 我的人在上面 在尼泊尔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都可以 这样的一些条件 简单来说啊 那就是跟啊 美国的兵哥哥们 兵哥哥 那么发音标准吗 然后的话 东南小岛的小岛上面的朋友们 兵哥哥 然后的话 大兵哥哥 美国大兵哥哥 然后在在日本 然后跟日本的小妹妹们啊 发生的一些问题 然后的话 日本也无权管辖 同样到了尼泊尔 发生此类的一些事件 尼泊尔政府也无权管辖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尼泊尔是什么呢 对不对 结果呢走到了2022年 然后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帝国主义啊 对不对 然后呢明明啊 就是说 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条款 然后到我去你的国家 我这个国家派去的人 到你这个国家 发生的一切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你都无权管辖 嘿嘿 这种条款在2022年弄 还发生了 尼泊尔人当然不愿意 结果大家一定要知道 美国人急眼了 更夸张的新闻来了 就美国人急眼了 美国人下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这是相关于啊 我美国的千年计划 你知道吗 然后这是我美国很重要的一项计划 你尼泊尔必须要审议 你知道吗 必须要通过 你不通过 尼泊尔和美国的关系 就要上升到危机的关系 美国呀 再怎么说 他不是世界的老大 他也是世界的列强吧 然后尼泊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一小点点啊 连印度他都死磕不了啊 都是这种状态呀 一个小国 一个弱国有多悲惨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以前1840年之后啊 很多现在咱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啊 就是说啊 那个什么 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列强 上面这国家的人啊 到中国的土地上 那叫外交或免责权 然后他总而言之吧 你想要干嘛就干嘛 我这边中国也没有权利去审你们国家的人 以前的关于义和团 某些啊 某些公知啊 某些生活在北京的 也在油管上传视频的那些公知啊 那些历史老师不曾经也说过吗 说义和团不好 野蛮如何如何的 其实义和团里边反对西方列强里边就有很重要的一条啊 就是说你西方人在中国做了坏事了 而且当时的清朝政府软弱 然后他没有办法来惩罚这些外国人 这不就是事实吗 对不对 尼泊尔2022年了发生这个事情 只要你这个国家小 国家弱 国家没有能力 人家欺负你就是这样欺负的 然后说你这个国家那些公知啊 那些历史老师还说呢 那就是因为啊 那个中国啊 那个比较野蛮嘛 清朝比较野蛮 所以说西方国家不信任 在野蛮的国家杀人犯法杀人偿命 然后的话这种事情 他也是一个常识 在野蛮的国家都要做这个事情 杀人犯法杀人偿命 强奸别人要坐牢 这是一个现实 不能说那些历史老师说的那样 按照他们说的那样 那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野蛮 清朝政府野蛮 他也知道让杀人的那些人杀人犯来抵命 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可是到了2022年 这些事情发生在眼里了吧 发生在现实里了吧 尼泊尔就在发生这些事情 美国人如果说给了这五亿美元 那不就买到了这些外交免责权吗 对不对 所有的美国人啊 只要去尼泊尔被派去尼泊尔了 然后做任何的事情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不对 也许啊 在某些公知 某些历史老师的眼里面 美国人文明吧 尼泊尔未开化 对不对 文明的人做点什么事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未开化的人 然后被杀了 那可能那真的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野蛮 他都不开化 你知道吗 不开化 总言之 尼泊尔不满意啊 凭什么呀 对不对 然后凭什么你美国人花五亿美元 然后的话就跑到我尼泊尔想要干嘛就干嘛 你买到这种免责权 凭什么呢 而且美国人最夸张的是什么 脸面都不要了 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就是什么 最后通牒嘛 通牒尼泊尼泊尔你必须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条款 然后你必须要审议这项议题 你不去审 你不去批 我美国跟你的尼泊尔这个国家就外交上面产生了危机了 然后的话要收拾尼泊尔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叫什么 这叫野蛮 对不对 这叫野蛮 其实咱们讲深入一点啊 美国这是在干嘛 尼泊尔人认为这是跟美国的印太战略有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啊 对不对 印太战略里面没有中国 对不对 印太战略里面敌人主要面对的就是中国 美国人就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的话 说实话 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美国现在没有实力做这个事情了 一直以来我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就美国这个国家的实力 往下去掉了 原来苏联冷战时期啊 美国硬 对美国强 美国跟俄罗斯跟苏联啊 对刚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展示自己好坏坏了 就是苏联展示自己好坏坏了 那个欧洲西欧这些国家就得拼命的导向 导向美国北约这边 对不对 以前是这样 因为你美国硬啊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第三个国家 第二个国家可以支 可以支撑欧洲西欧这些国家了 只能依赖于北约 依赖于你美国 可是走到现在你美国再玩这招没用了 欧洲怎么样 他也都不会完全倒向你美国了 尼泊尔同样也是如此 真的是又可笑又可悲啊 以前你美国硬的时候 你想要对尼泊尔干嘛就干嘛 结果尼泊尔现在也开始纠结了 我干嘛要选择美国呢 对不对 五亿美元好大一笔钱呢 对不对 刚才没有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五亿美元 五亿美元好大一笔钱呢 对不对 美国人现在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想要买外交啊 那个免责权 然后的话那你五亿美元够不够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到五亿美元是不够的一种状态 尼泊尔再穷 尼泊尔再小五亿美元 他也不见得是多大的一笔钱 美国人现在想要收买一个国家 这个钱他都不舍得花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尼泊尔人觉得五亿美元不够 你买到那些坏货免的货免权 然后五亿美元不够 你拍个五百亿美元给尼泊尔 对不对 你别说拍五百亿 你拍一百亿美元 五十亿美元 行不行 那也算是一笔钱 然后呢拍给尼泊尔 尼泊尔人没准觉得啊 这不是这这这这些钱啊 对于我尼泊尔的发展呢 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呢 我认同了啊 行了 我低头了 我出卖出点我的这个国家的主权 也行 也能理解 结果呢 美国人就花着五亿美元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怎么样回复这个新闻的了吗 华春莹回答的这个新闻也很有意思啊 华春莹前面是酸了一通美国 就是关于关于这个最后通牒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啊 如果说你美国人认为你们给五亿美元是礼物啊 那就是啊 完全免费给尼泊尔的发展尼泊尔的经济的 那为什么美国人要用什么最后通牒这种形式来警告尼泊尔呢 这华春莹先酸了一下这个美国人 然后下面华春莹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就说 中方始终认为国际发展合作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 要充分尊重啊 当事国主权和人民意愿 不能干涉他国内政 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能搞 胁迫外交 更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啊 损害他国主权和利益 作为尼泊尔的友好近邻和发展伙伴 中方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尼泊尔人民自主发展 选择发展道路 继续为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这段话其实已经算是站在尼泊尔这边了 而且5亿美元买尼泊尔 说实话 中国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 很不好意思啊 北京的几套四合院的价钱 对不对 你就想买尼泊尔这不开玩笑吗 对不对 大不了中国也别说多 花6亿 6亿美元给尼泊尔 也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量级 总而言之 还能让尼泊尔这个国家有发展 还能让尼泊尔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印象变好 这有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的话 大家从这个新闻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跟中国的玩法之不同 美国在这些玩法上面 就是说你必须要站在我这边 而且你站在我这边你得无条件付出很多的东西 你要付出你国家主权很多的一些东西啊 美国这套东西不是免费的 这5亿美元也不是免费无偿的 然后呢 跟礼物一样 然后能拿到手上的 美国是要东西的 美国是要东西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中国呢 尼泊尔作为中国近邻 也就是中国的邻国 西南方向的邻国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关系 那中国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给尼泊尔5亿美元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种疑问 为什么中国不提前给尼泊尔5亿美元 让尼泊尔避免到这种窘境呢 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玩法不一样 中国的玩法是什么呢 你好 我也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咱们别花钱 然后我买你尼泊尔的主权 不好看 我中国不做这种事情 我中国做的是什么呢 我尽量的帮助你这个国家 然后发展起来 我给你贷款 搞你的基础建设 让你这个国家起来 从而能够让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这是中国的玩法 跟美国的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到了没有 那以后这个世界会选择哪种玩法呢 尼泊尔这个新闻就很关键了 虽然说是一个小新闻 尼泊尔这个国家不舒服的 对不对 只要这些国家上面的人民脑子是清醒的 认为出卖自己的主权是不对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国家就不会选择美国这条路 他会选择哪条路呢 其他的路 还有中国这条路啊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新铃铛 谢谢大师伴啊 再见